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那个 他的另外 MyViewBoard的另外一个工具 所以请各位一样把你刚刚的浏览器打开 然后到刚刚登录 的 地方 请你去登录一下 到MyViewBoard的首页去登录一下 这个地方也蛮好用的哦 请各位到首页去登录一下 登录进来 给各位一分钟 来这里登录 好登录好的请各位在讯息列上面输入9 好那 这个跟刚刚不一样哦 刚刚是在你的电脑上做好的单机版的 然后他里面有提供一些 也可以远距的功能 那现在讲的这个是完全是远距的 完全是远距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学生的上线的状态 然后直接在线上互动的 这个他把它叫做数位教室 好那我想大家都进来 我就继续了 好 那你登录之后啊 你要进数位教室 请你 在这个地方直接点 或者是你的右手边 可能会出现一个小工具 然后有一个classroom的图案 请你把它直接点进来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他在削铅笔 然后等一下就会跑进去 跑进去数位教室 然后那个旧版的会跟你说问你要不要开那个监控的仪表板 你就跟他说要 如果是新版的 他不会问你 那等一下一样可以开那个监控的仪表板 这是 浏览器版的数位教室 请各位进来到这边 进来到这边之后呢 请各位去开仪表板 就是监控的仪表板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中间下面右边有一个开启仪表板 请各位把它打开 你就会有另外一个 浏览器会进到另外一页 所以你现在会有两个画面 一个是你的仪表板 那另外一个是 你的教学的画面 所以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有这两个画面 所以如果你有两个荧幕 就会比较好操作 你就会 一边可以放这个荧幕 仪表板 你就可以随时看到学生的状态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是你的教学画面 那这个教学画面的部分呢 你看看 这边的工具 跟刚刚的工具是不是很像 他大部分都一样 但是这边呢 功能比较少一点点 比刚刚那边少一点点 但是 重要的工具 该有的东西 还是有 还是会有 还是会有 而且 长相很像 所以他的用法跟刚刚是 一样的 只是 有些功能在浏览器版 他没有办法做出来 然后有一个小缺点是两边做好的档案不会互通 所以你用浏览器版的数位教室做的档案跟 你用刚刚那个桌机版的 MyViewBoat做出来的档案是不能在两边同时开启 或者是开启之后会有些功能 会跑掉 这个部分他们正在做修改 好那这个有什么好处 我们先来讲一下 这个仪表板 各位你可以切换到仪表板 那这个地方是学生登录进来之后 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所有的学生 好那 请各位 我现在回到我的教学画面 这边一样是我的QR Code 来麻烦各位 扫描一下我的QR Code 进到我的课堂 请各位扫描一下QR Code进到我的课堂 进来的同学请你在讯息列上面输入10 这个有线上分组的功能 一样有线上这个小白板互动的功能 而且你还可以 看到学生在线上有没有偷懒 我想有在现场的老师应该该进来的都进来了 好那我们就继续 好那 你让学生加进来之后 这边一样是你的教学画面 所以你如果在这边 有做任何的教学 学生的那个手机平板的画面上面应该都直接看得到 直接看得到 但是他现在学生的权限你还没有开放 所以他还不能在上面跟你互动 好那我 我切换到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没有发现 现在你们都登录进来对不对 现在现场有10位同学在线上 然后呢 你有看到吗 这10位同学都是绿色的 但是有一位同学是橘色的 什么意思 表示他不专心 他在看别的页面 这个 他又跑回来了 没有 他变成绿色的 有没有 好来 各位可以试一下 你的手机 你把它 你不要关掉哦 你切换到不同的页面 然后你抬头看看 老师的荧幕 是不是变成橘色 如果你变成橘色 表示说老师知道你切换到别的画面在偷懒 你可以试一下 那你再切回来你就会发现你的颜色变成绿色的 所以 老师在这个仪标板上面可以看到学生 现在有没有专心的在看你的网页 看你的这个教学的画面 还是他已经飘移走了去打游戏 去看这个其他的网页 所以这个是最适合 有 有那个控制狂的老师 的一个 一个仪表板 那如果他家里 如果学生家里的那个网络 讯号不稳定 他就会出现在左边 左上角 这个区块 那你就可以 请他呢 走到那个 搜讯比较好的地方 好那正常的学生呢 都会出现在右手边 好